一名男子带着人民币 到银行兑换台币 面对远景 神情看起来很准定 先生 多钱付多钱 那你有带身份证吗 有 看一下好不好 好 没想到男子的20张百元人民币 都是假钞 他推货是苗栗卖草莓的朋友 从顾客手里拿到的 我还打电话给他说 我说你跟我讲 这个人民币是真的还是假的 警方询献找到祖贤高姓男子 和其他五名嫌犯 不只找到另外40张假钞 还有毒品 却还想要求情 我这种药不要送的 兑换假钞的地点是台银苗栗分行 正姓男子受一名高姓友人委托 到银行兑换人民币 在银行当场被试破 高姓祖贤被逮捕后 公称因为吸毒缺钱花用 经朋友介绍 说可以用一万两千台币 换取60张百元人民币伪钞 就可以从中赚取其中 一万八千块台币的假差 另外我们还查获 安非他命毒品及张车一部 那么因为现场六人都否认 这个人民币是他所有的 那也否认这个毒品是他所有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六个人 都依现行犯来逮捕 移送 这三个月保卿总队在中部地区 已经查获武器伪造人民币案件 如果民众拿到来路不明的假钞 到银行应该请求鉴定 而非换钱或存钱 否则可能触犯伪造有加证捐罪 处以最高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立新闻赵英光 安生局聆听台中报道 三立新闻赵英光